哈喽 今天晚上录的有点晚啊 今天回来有点晚啊 嗯 还是给大家走一下吧 就一场比赛啊 今天晚上就只有一场比赛 呃 波兰超这场比赛哎 不怎么样 这场比赛 那回来晚就给大家录一下走一下 反正现在还没有进球这场比赛 呃 走一波吧 走一波 波兰超 目前的一个情况 我看一下 刚开始啊 然后这一个比赛 目前的一个双方的一个的历史对战晚季 战绩还是比较新鲜的啊 都是比较新鲜的战绩19年到22年 呃 组队的一个 历史对战晚季还是有一定的小优势啊 但差距不大 然后双方的状态的上来讲的话 组队的这个状态还可以 但毕竟两队都是参加这个欧会别比赛的这个队伍 其实利差也不会太大啊 但是呃 数据的一个呈现上来讲的话 组队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看盘口 盘口的话是开了一个平手半球 然后升盘 呃 升半球 嗯 这个升盘的时间是15点啊 平手半球也是持续的到15点这个时间断绝啊 呃 超低水压下来 升盘了之后呢 还是一个跳空超低水22点 相当地23点 那这个比赛离开赛前一个小时压超低水啊 我们来看一下呃 结合这样一个盘口的话 如果说连开赛前的一个小时半球盘口压超低水的话 呃 组队会不会热 我感觉组队还是有一定的热度 毕竟组队状态不错 压超低水的话 很明显会有一个 虽然不是很明显啊 但是会有一个筹码的一个导向啊 导向组队这边 当然这个压半球的话 呃 压超低水的话 其实在 看到他前面的这个水位点来讲的话 其实他也没敢放量啊 他不敢放量在这个情况啊 不敢放量这个情况的话 那还是有一定的反手 呃 就是有一定的堤防组队这边 还是会有可能打出啊 要不然的话 组队对这个状态这么好 在平手半球的后 平手半球的时候 其实可以适当的放量把水位压到一个 比方说呃 0.85 0.88呃 0.95 0.93 呃 这个水位都可以压得到 压到的啊 但是很明显 没有敢放量啊 平手半球 直接压一个超低水在这边 呃 估计也是在利用这个客队的这个状态 进气的状态不错的这样一个心理 来把这个水位压低吧 那组队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赢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皇冠这边怎么解读啊 皇冠这边的话是直接是半球出盘啊 半球出盘这个水位给的很低 非常的低啊 半球出盘直接升 半一球啊 半球出盘直接升半一球 而且是在临场啊 在高峰期没到临场啊 高峰期直接拉上去啊 这拉的有点狠啊 那这样的一个盘口的话 给一个半一球的话 其实还是对于组队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小压力啊 不至于给到半一球啊 给半一球还是有压力啊 毕竟状态上来讲的话啊 客队最近是 呃 有复苏的一个迹象啊 双方差距也不是太大 因为这最后一场对战的话是在客队 组队在客场作战的时候赢了一个球 呃 前上一场的话还是打了一个平局 只是赢一个球的一个前提之下 再加上目前的一个状态 直接升了个半一球 而且升半的时间还比较早啊 升半时间比较早 不是 没有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升盘啊 所以这个升半时间比较早的一个情况下 还是有压力的啊 组队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 基本面上的压力啊 也就是筹码这块可能会有犹豫啊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拉高水就有一定的阻力作用了 那初步看待 还是觉得组队这边 呃 相对还靠谱一些啊 呃 这个360这边的话是 目前是一个比较 比较低的水位点啊 比较低的水位点 特别低 这水位特别低 但是没有跌到超低啊 林场是有跌到超低 但时间很短 然后直接升盘 升盘升水啊 升盘升水 呃 这个 这个给的有点 不是那么激进啊 不是那么激进啊 这个 这个水位给的不是很激进啊 呃 有降盘的迹象啊 林场有降盘迹象 而且进入降盘了之后 有15分钟的时间 呃 停水了啊 15分钟的时间 水位停止了 没有变动 呃 感觉各家公司不是很统一吧 但是从这个组队上来看的话 又有一定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可以小注一下组队啊 小注一下组队没什么问题啊 这上北山 呃 小注一下组队啊 呃 琴师托祸瓦 好吧 呃 现在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凌晨30分了 那这个溢价 马上开赛了 就今天就顺便分析一下溢价这边吧 走一步溢价这边 那看一下吧 马上开赛 顺便就分析一下吧 呃 来来来来 看一下溢价啊 溢价应该是 刚开赛也没多久了 就不看这个 赛成了 呃 拉奇奥拉奇奥拉奇奥的一个对战王级上来讲的话 我最近好强势的一个一个战绩啊 呃 历史对战王级以及拉奇奥也不错啊 那基本上 呃 整理一个对战王级也是碾压着组队啊 客队碾压组队啊 然后状态上来讲的话 客队的状态也不错啊 虽然 算不上碾压 但客队的状态确实也不错啊 呃 那整理上看下来的话 盘口肯定是拉奇奥这边了啊 但给个半球盘口好像有点 有点偏少啊 这样一个状态给半球盘口 其实盘口一开出来就有点偏少了 二十三点三十一分 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水位压到一个0.82 这个水位点也是有点 偏弱了啊 这水位点有点右盘的一个迹象啊 呃 看一下这个 黄冠啊 黄冠 黄冠的话没有变盘 一直都是半球盘 半球盘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水位点是有点高了 拉奇奥的状态明显是不错的 然后十八点 十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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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点 二十点 二十一点 一直都持续的高水啊 一直持续中高中中水吧 中水偏高一点啊 这个水位其实给的很高了 虽然是中水但是给的很高 因为这种状态下啊 你给占了一个水位 好 疑问就是一块糖果 有点危险啊 有点危险啊 但强队如果看好不买的话 弱队我也不会考虑 不要站在 永远不要站在被动方 这个是很典型的 很经典的一个 投球理念 永远不要站在被动方 那这场就直接放弃吧 这场比赛就不看了 直接放弃吧 呃 佛罗里达 乌迪内斯 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的 哎呀 佛罗里达在我印象里面还不错 一直对我啊 怎么跟乌迪内斯打起来 这个差距那么大 虽然是赢球 但是都是小胜小胜啊 都是小胜险胜的 最近一场还被乌迪内斯 但这场比赛有水分啊 这场比赛没想到水分 从历史战机上来讲的话 不支持这样一个实力差 能够打到一个4比0啊 这样一个实力差的话 有点水分啊 呃 但是这个水分放在数据层面上来讲的话 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毕竟是22年的一个比赛啊 然后 客队能够大炒4比0 然后在主场的话 应该是有炒作的空间了 但我个人认为底月上来讲 还是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这边是比较优势啊 我给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 盘国吧 盘国怎么走 盘国还是开出上组队这边 首先是一个平手盘 平手盘 呃 三个连降 三连降 三连降 三连降了之后呢 18点到23点之间 五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哦 这个连降给出的时间点还是比较 比较长的 这个时间点啊 这边时间比较长会有一个什么顾虑呢 就是有一点诱导性啊 有点右盘 首先平手盘 它是没有一个阻力的一盘口啊 在目前的一个状态下来讲 呃 4比0一个大炒 大比分压在这边 然后再加上主场一个状态也不算那么差 呃 给出一个平手盘 其实是没有任何阻力线的 再加上三连降啊 三连降的话 从18点到23点 这个时间五个小时 三连降 平手盘 有一定的诱导 去向啊 然后到临场的时候 呃 高峰期接近临场的时候 还升盘 升盘了之后 鼠位还降下来了 明显 明显有个声 平手 升平手半球是很容易照着一支队伍的 呃 这场比赛 我觉得 组队有点不妙啊 这场比赛啊 组队目前从一个盘口 态势来看 不是很妙啊 不是很妙 这边是 也是升盘 升盘了之后呢 呃 降水降水再回升 回升的话 但感觉这个回升不是很有力啊 这回升 呃 前面 都是平手盘 盘口的走势 是基本上一致的啊 呃 各家公司的盘口走势啊 至少皇冠的盘口走势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家公司的啊 这家公司的平手盘 然后呢 这个走势 这个走势还是有点问题啊 这个走势 说实话还是有点问题啊 这个走势给客对方的水位太高了 但是 持续的时间却特别的长啊 虽然给了一个高水位 呃 可以形成一个小的阻力效应 但是这个水位持续时间太长了 毕竟客对这边 呃 不至于那么弱啊 这场比赛待定啊 待会再过一下 待会再过一下 我个人比较倾向客对啊 这场比较比较倾向客对 但是这个还是再过一下 待会再过一下 那先开赛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场吧 恩波利 维罗纳 恩波利 目前整理一个对战往接上来讲的话 恩波利 呃 跟维罗纳这两支队伍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 近期的这个博弈上来看的话 其实 也都是 伙众之间吧 状态上看 组队的状态不错啊 组队的状态明显是不错的啊 要优于客对 那整体的一个热度点会比较倾向于组队这边 盘口 哎呀 这个盘口开出来真的是对组队完全没有任何信心的一个 走势啊 而且这个水位是在18点的时候就停了 已经有很明 很明显的一个啊 定向了 就是组队这边 呃 估计没什么戏啊 但是又不敢给这个水位给到很高 啊 三个阶梯深水 其实没有任何阻力作用是有点送水的 送钱的这样一个操盘呢 有点送钱的操盘啊 有点送钱的操盘啊 有点送钱的操盘在组队这边 然后临场把呃 不是临场 18点的时候把这个水位给下调了一下 那下调的时候呢 这个水位还是很诱人 也就很高的一个水位点 呃 这个水位点又不支持组队这边的一个盘口走势 再加上双方的这个历史对战网机上来看呢 客队并不是说没有翻盘的这个 呃 实力啊 客队也是有翻盘的实力的 虽然客队的状态不好 但历史对战网机告诉我们 客队其实有 赢球的本钱 再加上这个盘口这么开 我认为客队这场还是有戏啊 这场客队还是有戏 虽然客队的状态不是很好 那这样的话 客队我们可能就是小柱 啊 小柱的定位了 呃 这一局比赛跟盘口呢 呃 其实是可以按中柱的一个判断 来来来考虑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 实力差 实力差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 客队这边的实力差还是 呃 这状态的这个体现不是很好 那 总的来讲的话 就是只能是小柱啊 小柱 呃 现在看 皇冠这个水位还是比较倾向于客队这边啊 皇冠水位比较倾向客队 呃 基本上 组队这边的水位还是偏高 略偏高 一路一边倒啊 还是略偏高了啊 临场还有一个小小小的这个 呃 装腔作势啊 再来看另外一家啊 这个 这一家的话 也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同样的走势 呃 这场客队啊 这场客队小柱啊 小柱一把客队啊 小柱一把客队 呃 吴罗娜小柱一把客队啊 然后 呃 这个 吴迪律师这个 呃 先小柱一把客队啊 我们再来分析走一下这个乌罗娜这边 呃 有没有机会啊 这个佛罗沙这边有没有机会 按道理来讲 这个组队给了这么高的这个 呃 给这么 给这么高的水位的话 说实话这场比赛 呃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组队 打不出 因为组队的这个积分 太明显了 虽然状态 不怎么低 但是这个积分太明显了 咱们再加上这个 呃 盘口还有一个临场深盘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 我觉得组队这边很危险 非常的危险啊 在可以说是真的是 非常的危险 组队这边 首先一个平手盘就已经很 不合理啊 平手盘再加上 三连降 三连降 然后再进入高峰期的时候 升盘 升盘了之后 还把水位压下来 基本上断定组队这边不太可能 赢球啊 这场 就不担注了 这场不担注了 那今天的一个推荐 除了这个 刚才的这场 还没进球啊 除了这场组队之外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柱 吴罗娜 然后这个 小柱吴罗娜 串一下这个佛罗伦萨 好吧 今天就先 这样吧 佛罗伦萨就不担注了 OK 那今天晚上就到这 这一期的赛果 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 这些赛果 赚是赚了一点 但 呃 还是还是有点美中不足 这场比赛是全收 不过这场比赛是 走了一个狗屎运 因为当时分析的时候 他是降到了半球 那实际上盘口的话 是半一球才对的 但走地下的这场比赛 所以就是走了一个 狗屎运吧 收了一场 呃 然后这个 这个 吴罗娜这边的话 是 呃 打平了 这一场比赛 这样比较打平有点 呃 有点可惜 这场比赛能打平 是有点可惜 不过状态上来讲的话 确实是组队 占有一个比较 主动权啦 主动权整体 还是 还是在组队这边啊 呃 但这场比赛打平了 确实有点可惜啊 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的话 因为组队应该是 呃 守平加输了 客队应该是 呃 坐平望赢 还对 然后我觉得赢的赢面应该还是蛮高的 这个 比赛 嗯 但是球就是这样子啊 很多 很多意外性 然后这场串的话 这个佛洛萨这个是彻底废了 这场彻底废了 后来看了一下 那在复盘那家 看口 刚刚复盘那家看口 我觉得 呃 在选择上还是有点大意啊 其实这场比赛本身的话 临场 的一个判断 其实就不支持啊 不支持本身的话 所以才把它放成一个 嗯 一个串 来看待 而不是一个单柱 嗯 但是这种 这种心理啊 这种人有时候这种博弈心理真的是 你也挺微妙啊 不好说 呵呵 啊 有时候为了节目节目效果吧 然后也为了这个满足一下自己的博弈心理 呃 会适当的有时候会稍微放低了这个要求啊 啊这个时时有出现吧这个东西吧偶尔吧 也会有啊 毕竟 啊 只要是人不是机器 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情况 也就是说尽可能的降低这种情况吧 啊 当然这个下注下注的那一刻我都有点后悔这场比赛 嗯 反正毕竟是一个小串吧 好吧 那这一期就先讲啊 下一期 见